欸他好冷喔 我會 哇 哇這是抓技喔 哇我直接被 動成冰塊丟出去 我直接死亡 What 我是冰塊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呢我們要前往雪山 在世界地圖的左上角這一塊 我硬爬這個山脈的地方跨越上來了 那這裡鴕鳥好像還不會寒冷欸還不錯 鴕鳥還蠻毛蠻多的蠻抗寒的 這邊人他的衣服都不一樣欸 他是毛皮裝 特殊的 這邊雪地嘛一定超人 火石部落的玉寒1 保暖額外加10欸 隔熱效果也很好 而且他隱蔽值也很高 但他怕穿刺 這個衣服還挺不錯的欸 多拿幾件避免等一下太冷 我還可以換上去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防寒 只靠這個二級的保暖之後加6 他們一件都是10喔 那差異還蠻大的 這邊發現了雪豹欸 唉唷 酷 白色的爆 我們應該坐騎要換這個嗎 可是我們的鴕鳥 好像跑的也蠻快的 又會飛 雪豹不曉得有沒有更快 不過這隻是弓的 我可以先處理掉 我們找到足跡了 雪豹 咬人很痛欸 也是會流血的 59等 等級好高 不過攻擊模式跟 欸 沒力了 攻擊模式跟之前的爆其實差不多 有了 找到了 魔雪豹在這邊 正在祕食中 OKOK 我們稍微往旁邊走一下 沒意外的話他應該會回到這個休息處吧 我這邊可能先放個陷阱試試看 唉唷 冒出一隻小火雞 哇 生態觀察計畫 欸 休息中 欸 冒出一隻小雪豹好會生 好神奇欸 他真的是 出了季之後 這個小豹就會冒出來 浮在空中的 好的 有小雪豹了 那 這邊要做一件很殘忍的事就是 分屍他的媽媽之後呢 再把他肉給他的 小雪豹吃 超殘忍 哇 可這邊鞋鞋好像都蓋不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把這個雪豹給 趕上去 趕到上坡去 小雪豹過去 有有有 那邊是陷阱區 好小一隻喔 有喔有喔 要不要進去吃肉 裡面有有 抓到了 好吃的肉 它只是綠色的 先抓起來 這樣子 OK 有了 是我家的小雪豹了 這個 哇 我沒有帶那個羊駝運回去 不然就是我先把它安置在這邊 然後我們只有等它長大 直接帶安過來 就可以騎乘它了 然後把肉都給你吃 哇 它的血量有1萬滴耶 好多血 我們的駝尿也才5800 血量差距這麼誇張 好啦 總之這邊做個標記 審問 得到了高寒地的資訊了 我們的雪地開啟 欸 發現金字塔就在這邊了 這裡的石頭呢 是泰坦萌馬像 準備很多食物喔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打這個狂暴版本的 迷幻之鍋 我們等一下回去準備一下 哇 這邊開始冷到會扣血了 -28度C 我們現在保暖維持在3度左右 這邊再喝熱可可抗航再多10 這樣體溫就維持到12度 還行 不會到扣血了 找到傳說門了 好 這邊我們的駝鳥不太行 它這邊還是會怕冷 它移動速變超慢的 這個鳥怎麼跟那麼久 它跟了一輩子都不會 都不會離開 走了走了走了 駝鳥抗航只有7耶 它不怕熱但是挺怕冷的 這邊不太行 回來看一下我的雪豹 好像長大囉 56等 等級好高耶 我們記得那個駝鳥 因為它從蛋孵出來的 所以它等級是超低的 準備好它的鞍 做旗有啦 哇 雪豹 好像比一般的豹 又大隻一點耶 喔 有快嗎 衝啊 感覺是 比駝鳥再快一些些的樣子 好像也還好沒有快很多 但至少它這邊不會寒冷 但這個摔傷 因為駝鳥會稍微飛一下耶 這個 不知道能不能那麼抗摔 喔 摔了7000多 不太能摔耶 剛剛那個小小的坡度 很痛耶 OK 我們不能亂跑了 雖然它平地跑很快 然後狼也追不上 不怪是雪豹 來了 遠古金字塔 那我們上次在金字塔上面這個 好像有碑紋我們都沒有去拿 還有科技點 不過我們其實科技點 我都會重置啦 因為重置之後 一些比較低級的裝備就可以拿掉 絕對壓迫 這種柱子型的碑紋 兩點科技 那它位置呢 就在正前方 哇這裡有柱子圍一圈耶 這樣的一個戰鬥區域 狂暴化版本50級就可以召喚了耶 我們今天打高級的好了 因為這個材料玉米餅 我現在比較不好做 我的蛋有點少 那最高級的55 也可以召喚耶 啊 可是我沒有這個近天器皿 這要再倒聖遺跡之類的東西吧 現在看一下50級的狂暴猛馬 55的話 那我好像可以解鎖它最後的套裝咧 看一下喔 60級 最有效的是錘子耶 打頭的話錘子或刀 單手刀 好 沒想到是用錘子打嗎 來吧 60級狂暴猛馬 開頭就 呃 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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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初劍殺 我人直接沒了 好的我走上爬回來了 我換一個面具 我們還是保險起見 這個會急死的有點麻煩喔 我們先看一下招式到底怎麼樣好了 我們先 擬太 避免我等一下直接無敵 開無敵 來吧 我們先 看一下 爆衝 那個抓還有抓技 這看起來不太妙 來吧 呃 喔呃 這個血塊也太痛了吧 被砸到直接暈 然後呢 吸氣 這什麼 用吹的 這有傷害嗎 直接用鼻子吹氣 好還有什麼招 雪球是不是 丟雪球喔 這麼過分 撞人撞人 你要撞幾下 還會踩人耶 攻擊這麼長的喔 哇喔 喔好狠喔 潑雪潑雪 然後要噴石頭了 OK這要閃的 欸他好冷喔 我會 哇這是抓技喔 我直接被 凍成冰塊丟出去 我直接死亡 我是冰塊 我這個樣子是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使用火焰來驅寒 蛤 我這個整個凍結了 喔但我現在有在補啦 我結冰狀態 但是我慢慢在補血中 這我要怎麼 我還有什麼 熱的東西可以用啊 欸我還是結冰狀態 不是 呃 蛤 火焰驅航 啊我又死了 欸不是捏 啥意思 啥意思 我是有帶燃燒罐 但是我現在被冰到是不能使用東西的欸 哇哇哇 我手上的東西可以切換 哇那 難道是要用火把嗎 我現在是向火的東西也只有火把 但我身上沒帶 那我就死定了嗎 欸不是欸 他這個 這 這個怎麼玩 這個凍結 一直累加一直累加 我連無敵 我開無敵我開無敵了 我開無敵了但是 我還是冰塊 好啦完蛋這我 我 聞死的呀 這邊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去拯救 就是我直接離開遊戲 重新登入之後呢 要有了沒有冰洞了 重新登入這個所有的狀態都會重置 連我吃的飯呢都會重置 那敵人還在 欸不是欸這 不是有點誇張 得先溜了得先溜了 來吧這一次我準備好了 火把做了好幾把 這個我從後面 準備偷敲一下 我這沒辦法處決 所以就是 開扁 直接來 我還活著欸 我還活著好 我還活著 但是要死了 火把拿出來 我要噴血噴血了 往後跑 好 這攻擊範圍不知道多遠 不太知道 但是我疊加層數 疊加到三層了 我趕快驅寒驅寒 我那個層數降得好低欸 大概要等三四秒才降低一層 然後欸 哇到這個位置就會重置了喔 我可能先換上這邊防寒衣好了 撿到這幾套先穿上 不過防寒率會少一些 好至少沒這麼冷 哇這有點麻煩啦 我滾 喔它好慢 再說擋住了 先拉流個血 然後繞到他背後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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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周圍範圍全都有 好完了完了 快快減啊 快減少 欸還在動 要動多久 這哇哇哇 不是!我又被冰凍! 啊~~ 這個怎麼玩? 我就是個冰塊啊! 這樣看起來只能保持距離了欸 我先丟一個罐罐 我丟燃燒罐 我想說這個冰的應該很怕吧 喔!這個 不能往後閃 燒起來吧!好像也還好 OK 所以我必須閃過每一個攻擊喔 這個 感覺繞到它背後吧 吸氣吹雪 喔!但是層數很高欸 我就是隨時要拿著火吧! 啊!有味啊! 這個雪球也太痛了吧! 什麼鬼 這個我們現在有點月等打怪是不是不太行啊 我召喚這一隻 有點過強 這個一直撞我就要一直閃欸 然後我直接沒力 喔!回頭再甩一下 這感覺都是範圍攻擊的 覺得 我們好像 喔! 覺得不太對喔 欸唷! 風格帶 唉唷!吹雪了 吹雪了 好 哇!它周圍範圍 範圍攻擊欸 先補血先補血 那那那那火把拿一下 我繼續吹繼續吹 別加兩層了 好好 呵呵 這個 好像很麻煩 我現在打不太動 欸 又來了冰塊 好!這個是集氣機一下 欸我光靠近它 那個 就會很冷 我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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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最後踩一下 哇! 怎麼攻擊這麼多段 不怪是最後一隻神獸 很麻煩 喔唷!這是紅傘 這是抓技喔 想法先讓它流個血 流個血之後呢 喔!這個雪球怎麼追蹤的啊 怎麼可以這樣橫的砸 完了完了完了 我還在暈眩 不行欸 這個不太能打欸 我現在的裝備 如果改召喚一般的泰坦呢 欸這樣會不會變兩隻啊 我可以把它替換掉嗎 啊變兩隻了 一樣60等 狂暴都是最高等60等欸 哇塞 所以它這次是可以一打二的欸 呵呵 完蛋 一打二 我劍對它來說 不是很痛 但如果是劍死流的話 這個近戰 真的太危險了 好像也只能拿一大堆劍去打它嗎 不過沒有什麼火焰劍 射一下大概 喔唷! 只能遠程攻擊了嗎 400滴 還真不痛 這個 這個 敲一下1000 喔 這個甩好像都是範圍攻擊 看一下喔 欸 撞 撞 然後 時間 等一下兩隻一起來了 你們會不會有軍傷害達到自己呢 期待有軍傷害了 喔 喔 它那個 吹雪 雙倍吹雪 喔 喔 喔 哇 實成了 我現在快要解凍了 呵呵 兩隻 兩隻 救命喔 好像得溜了 我們得直接離開這邊了 騎著雪豹趕快溜 我覺得我們要再往上升級做成套裝再來打才有辦法 而且我抗航必須先準備個三級吧 直接挑戰這邊 沒想到它意外的強大 那我覺得現在逛一下其他的區域說點新素材 這裡感覺就是一個城堡欸 那個城寨 應該是不同的部落 那這邊找到一個古代以及地宮 我現在逛一下這邊 這邊 這裡面 五十九等 哇 雪上的等級都好高欸 我現在等級 五十五 角色等級是五十五 所以要強度上去這個 那個那隻要打敗欸 某馬相得打敗才行 最高是可以再提升到六十 那 不過我們面具再 再想辦法再升級一下好了 目前 確實要打完應該還是得用這邊的面具 我還是得用這個 再升面具 想辦法直接多扛一點 不然那個傷害太高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抗寒要再高一點吧 避免被它疊加到那個寒冷的層數 這寶箱不知道有什麼欸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哇 但這小怪血都這麼多喔 五十六等 好吧 裡面小寶箱跟大寶箱 大寶箱東西量會比較多喔 直窗後面好了 這邊嗎 嗯 啊怎麼沒路 等一下路在哪邊 好暗喔 有了這邊 這裡 迷宮裡面大概都差不多 欸 大劍 這裡看起來是蠻 普通區域 看一下喔 喔上面好像有大路欸 欸可這邊都有火把 都有火把代表不是對的地方欸 那可能要繞回去喔 看來應該是這個門 殺物者S60級 有了 找到了 S是哪一隻 哇 又是在一個上面的 喔 機器人型的 是有四隻手那種嗎 不是 喔那這最一般的 OK應該還行 就是血很多 總算敲爆了 OK 六十等的素材 在這邊獲得最高裝備還是機械鋼 那材料差不多喔 這裡有神秘皮革 然後改裝跟一些琥珀 也是新的東西 但BOSS房希望有這個抗寒改裝 我不是改裝 三級的好像都只能靠取得欸 好像做不了 所以他一定要讓你多刷地弓 那這樣來說他只能得到一份 因為只有BOSS寶箱才有的樣子 好所以這個正常來說 你要 裝滿全套要刷四次 那挺難的 我們看一下BOSS房呢 BOSS房 欸 這下去怎麼好像會 這是我跳過去嗎 怪怪的怪怪的 可是 怪怪的有點 跳不過去的感覺 那個下去感覺會摔爛 再找一下別的路 喔他旁邊有一個拉桿欸 這個先拉洞 電梯 欸是電梯是電梯 喔有有有有了 欸等一下 電梯會下樓 喔 感覺是要下樓喔 兩邊都有 這邊應該是錯的 欸 電梯下樓 有了 這裡才是對的 OK 樓層數變多了 哇 這每一隻 等級都超高 真的會很難打 來了 應該是BOSS房 那這裡最後的BOSS 還有什麼新版本嗎 遇過蠻多隻了 欸又是圓環 欸又是另外一個區域欸 那這邊有小爸 又要到樓上了 等一下 前面這邊還有殺戮者 S有一隻 但是這不一定要打 走了 好了好了 走掉走掉 好 有兩個寶箱 或者是我可以硬開嗎 這個要扛他的傷害有點麻煩 我等他過來一點 對對對引誘他過來 好 引誘他過來 然後他應該會 欸旋轉 旋轉他會冷卻很久 不行 可惡 好吧 溜了溜了 殺戮者 X 哇這平台很大耶 去吧 有了 X X 我發現他每一隻金屬的顏色其實不太一樣 不同的光 這是金光的 之前有一個紫光的 突然感覺機器人好像比較好打欸 我們完成了黑森林的 那這個魔法像真的是比較麻煩 不過我們的裝備沒辦法再提升了 除非我要達到60級 這邊終於找到3級的包暖 他給的量比較多欸 因為我掉落率是2倍 所以他至少有給2個 那最後的寶箱應該是這個約束的模塊 看一下是哪一個面具的 那每個都會有10關 這個是 呃陰影行者的 這樣我另外一個面具如果升到10級 欸我也可以這樣變身了 解除 那邊出口通到外面呢是一個蜘蛛洞 前面一大坨蜘蛛量有多多 已經在等我了 欸 這樣也被黏到 這很麻煩的是 蜘蛛絲 會不能動 好 趕快直接溜出去了 我們現在的意識強度是57 要到60 還蠻遠的欸 這個經驗值需求有夠高 那我們最後的裝備 這個材料其實我們都有 那只要能做出這個鍛造台 神秘晶體好像沒看到 其他的話 欸神秘其實也沒有欸 感覺要做到60級好像還蠻難的 所以我現在 蜘蛛球機制 斷缸 斷缸 斷缸的這個套裝 應該可以先用 或是馬略奪一下 這邊的春裝的保暖衣服 我覺得保暖先拉上去會比較好打 剩下的就是 散招了 這個大謀馬像 下次我們再來挑戰吧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呢 別忘了一個喜歡支持一下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